主持人的負責 如無光大量來講 現在算蠻重要的 而且家人的那個人際關係 跟以前來講話 現在是更廣泛 所以人際關係的好壞 對我蠻重要 像我本身也常碰到客戶 都在找我什麼 老師有沒有那個自小人 犯小人自小人的福 碰到很多 好像很多人來問 老師有沒有自小人 有 我其實把人家做過 有效 可是我現在不太喜歡做這種話 為什麼 比較少做 第一個 因為我現在比較忙 第二個 是那個什麼 也有些人都說我犯小人 其實有時候會心裡想說 到底誰是小的 我也不知道 你說別人是小的 搞不好你自己才是小的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不太想做 現在有點不想做是這樣子 這個原因 因為我不知道到底狀況怎麼樣 因為自小人這種東西有比較 一般和緩的法 符法 也有比較強制性的符法 所以我就講一下 我以前剛才做過一個是怎麼樣 因為我知道他狀況 所以我相信他OK這樣 我幾年前在一個清華酒店旁邊有個蜜像館 就是有人開一個蜜像館 然後就是找幾個老師合作 然後我在那邊做了跟他們合作好幾年 大概六七年吧 就在那邊駐點 幫人家算命 因為那個地方算都是一些日本觀光客 所以他們有個櫃台小姐 社會幫我們充當翻譯 就是如果你在日本客人來算命的時候 那他就幫我翻譯 因為我聽不懂日文 我也不會講日文 OK 那有一天我在那邊做了久 所以我跟他很熟 那個小姐我很清楚他的個性 各方面這樣 有一天他就是 就是剛好沒客人要進來我那個算命的裡面跟我講 老師老師我可不可以請 他說你可不可以請我幫 他說可不可以請我幫忙 我說什麼事情 他說是這樣子 他說其實他們家裡面收養遊浪貓 他們住公寓大樓 然後養了幾隻流浪貓 然後後來發現他們家裡有的流浪貓死掉 他就很奇怪 然後就掉那個監視錄影器 然後就發現原來是他們隔壁鄰居 趁他們出門的時候 就偷偷不知道怎麼樣進來他們的房裡面 然後就放那個 應該就在他們那個貓的室裡面放一些東西 應該就是那個毒藥 所以那個貓不知道吃了就死掉這樣 然後想說那這樣聽起來真的不應該 你有什麼事情就跟我們人講 幹嘛這樣偷偷跑進來這也是違法 然後又放毒藥毒流浪 然後我說有沒有辦法 他說有 我就畫了一套符字小的符 然後還有貼在房門的符 就貼在他們的附近這樣 後來我畫符沒多久 大概過了一兩禮拜 我就問他說 那上次的符你有沒有用 他說有用 我說用的怎麼樣 問老師好生氣 我說怎麼生氣 他說之前他們每次出門的時候 都會看到那個鄰居就對了 就最近不知道怎麼一次用了符之後 出門的時候 他說他現在鄰居都沒看到 就沒看到鄰居了 他不知道為什麼 很奇怪 所以當然鄰居都不見 就沒看到了 所以等於是也沒有這個事情 對不對 所以就這樣 所以說符有沒有用 有用 他自小的符用過 所以有效果 其實楊先生我也幫你用過 楊先生也知道 楊先生也知道 對不對 湘宇 對 湘宇我也幫他用過幾次那個符法 也是有用 所以他就知道 好啦 那就不多講了 就是剛好想到這個 我就給你們提一下 所以現在常順便有人問我說 范曉明 那范曉明 那范曉明就跟奴仆有關 當然這基本的奴仆工有化妓來衝命工 當然就是范曉明 對我不好 如果奴仆工被化妓到夫妓工衝灌入工 那是朋友對我事業不利 這最基本我們要學到現在你們可以理解 一個論法 論斷的方法 如果奴仆工非化妓到夫妓工衝灌服工 是代表朋友所有的財 這都很容易可以理解 一個論斷的一個技巧 就非化妓 看衝哪個工 就知道說可能朋友對我哪個工位 有不利的影響 好我們來看看這個例子 這實際的例子 好奴仆工 擠桿揹出舞曲化妓 一樣 擠舞 到千雲工 他這是什麼 化妓 就是妓全組 所以是為了做生意 所以你看這個命盤很妙 因為他很多工會都有自化妓 所以自化妓只要揹出化妓 是不是都會有全妓組 所以這命盤就是跟做生意一樣 都是做生意做生意做生意 好 這樣會是造命工 這是不錯 對不對 盧伯公飛出化妓 組合成全露主 然後造命工 感覺朋友對我失業有幫助 對這個像看起來是這樣 所以代表什麼 自己在外時 朋友會來跟我談賺錢生意的事 為什麼在外就是千雲工 有沒有 所以學校這邊你們要記得 我一直提醒你們 四化派就是透過四化 把不同的工位把它串連起來 所以你一定要把工位的應用要很小 用工位去解釋它是什麼意思 好 揹出文曲化妓 吉武貪良曲 化妓 你看這很壞 為什麼 加上原來的化妓 這是什麼 這是雙化妓 雙化妓這很兇 有沒有 這邊看起來是一個化妓 造命工 可是這邊只有一個化妓 這邊是雙化妓 充 所以這麼來看的話 是不是妓女路要兇 所以我們飛出文曲化妓 加天際化妓入住子女工 從田宅公的財庫位 所以我就怎麼寫 他說在事業的合夥合作時 因為子女工就合作 加上這一個先天的文曲化妓 天際化妓是不是官務工飛過來 跟事業有關 有沒有跟事業有關 好 會因為計畫跟合約 計畫就是天際心 合約就是文曲心 所以你看我這邊又把所謂的四化跟心 又結合在一起 所以四化妓看不看心 看 看心的心的主 心的意思 只是你在算的時候 你有沒有需要寫出來而已 看不看當然看 所以你記不記得我在前面的基礎發言 是不是有把所謂的幾顆的主心 有解釋一下什麼意思 就是這個原因 也看了 所以結果 告他這意 結果反而結果是損我的財 有沒有 損我的錢財 這叫做什麼 他工化妓 入他工 化妓衝我工 這很兇 在前面我們有講了一個課解式 講說他工 我工 飛入化妓跟化妓 跟其他我工他工的整個狀況 所以這很兇 所以你看學校這邊 發現說其實我加了很多論斷的技巧 可是這個論斷技巧都可以用 為什麼都可以用 因為算出來結果都一樣 都可以用 表示朋友來找我財政其實是為了 要賺眾生的錢 為什麼賺眾生的錢 這也是工會的轉換 因為這個遷移工 是不是朋友工的父母工 朋友的父母工 朋友工的父母工就是交友工的 奴仆工的財博工 就是眾生的財 所以你看我已經轉了第二次 這樣看一邊看 這邊 奴仆工 如果把奴仆工當命工 奴仆工的朋友工是這邊 是不是 有 有之 有之 有之有 有之有 這工會 夫妻工就是朋友工的奴仆工 然後 這邊是 所以朋友工的有之有 當成命工的話 這邊是命工兄弟夫妻子 你財博 這邊是 所以這個遷工是不是 有之有的財博工 就是朋友的朋友的財 代表這個奴仆工飛出化路做生意 其實是他想要去賺別人眾生的財 才跟我談生意 結果 眾生的財談生意 結果反而是如果跟他談 跟他合作 反而是衝我的財庫 我損財 懂嗎 所以呢 其實 只是為了賺眾生的錢 結果呢 我跟他合作的時候 反而會損到我的錢 所以你們記得 刺話派 就是最後是看話際的狀況 來判定最後的結果的幾根胸 所以如果你們在以後幫人家算命 你不想要太多時間 或者你是想知道結果 其實你就直接看話際就可以了 因為只要話際不好 結果就不好 前面的路全科都是這個事情的經過而已 這樣懂嗎 所以你可以直接看話際就好 因為路全科就要好的 可能是假象是虛的 結果是不好的 那不是真的好的 對你沒有幫助的 如果你覺得不太多 你不可以跟人家說 那就沒辦法 你不想啦 就把血筋整個